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他相当高兴 说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国术相扑推广到整个世界 方黎一听 眼前一亮 立即说道 爱德蒙本田的房间在哪儿 带我们过去 方黎同时转头对着胡华豪说道 这个资格函看似珍贵 对别人来说却没什么价值 只有最新相扑的爱德蒙本田 才会将之真是无比 从日本人的习惯来说 应该会放在自己常常能够见到的地方 用以励志 并且 根据任务的正常流程来说 这张资格函的入手难度 应该不会很大 如果需要本田家放置核心机密的地方去强行抢夺的话 没有鸿门的帮助 不要说五个轮回者了 就是五十个也不够死的 吴华豪听后 点点头说道 嗯 你说的对 哎 傻了 快带我们去 最后那句话 开始对着核子吼的 核子立即顺从的一言而行 这个核子啊 本来是本田家主 本田有乐斋的儿媳妇 但是他呢 极善盈奉 心机深沉 四十岁的时候 就与这七十岁的本田有乐斋有了一腿 因此 在丈夫死后 急得本田有乐斋的信任 掌握了不少的机密 两个人呢 带着核子向前急行 一路上通行无阻 无论是鸿门的人 还是本田家的警卫 都被他们轻易地织悟了过去 直到走过了一块草坪以后 方林却忽然间站定了 他面上是不动声色 但是 以其为中心 一股淡淡的蓝色的薄膜呢 就迅速地扩散了开去 顷刻前 就笼罩住了半径四十米的范围 紧接着 清脆的枪声就响了起来 一名巨大的肥男 咚咚咚咚咚咚的 从虚空当中穿了出来 在草地上疯狂地奔跑着 冲撞向了旁边的树木 两名行动敏捷的蓝衣喽啰呢 也随之挡在了方林的身前了 出来 方林深沉着喝倒 他的手中宛如羞鸟振翅的手枪 吐出了一点荧光来 射在了肥男的奔跑的路线之上 顿时 透明的空气当中 击射出了一堵鲜血 有个人呢 梦哼着出声 瞬间现出了身形 被这肥男与两名蓝衣喽啰给截了下来 这个时候 方林的精神力已经高达四十九天 召唤出来的肥男与蓝衣喽啰的实力 再次提升了 肥男不仅多出了重拳联机的技能 就连这蓝衣喽啰也学会了一招 奔跑前踢 吴华豪身经百战 他乃是近身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最强实力 当然 是溥一发觉异动 就立即闪身突乾 而猛然间 他身前五米处的泥土横飞 一个人影啊 纵然间破土而出 以手暗地 顿时呈现出了一道 金黄色的火柱 以波浪状态的方式 在地面上翻滚着 向着胡华豪追踪袭来 这竟然是真是魂世界 福布半葬的秘书 人法 抱炎龙 胡华豪一正 却是不肯闪避 直接了当地冲上前去 硬吃了这一招 也不愿将这个破敌 梁机给生生施掉 眼见得那个半冬的人影啊 已经在他接近的攻击范围之内 而空气当中 立即却多出了一阵野兽似的咆哮 街头霸王二当中 巨情人物 狮王布兰卡的绝技 回身旋转撞 但是这一撞之势 却是向着反方向翻滚而去的 迅捷无比地 逃出了胡华豪的攻击范围了 而紧接着又是一记人法 抱炎龙射了过来 妈的 是典型的放风筝 这边跑边躺 利用对手移动速度不快 所进行的放风筝 方林的眉头 皱了起来 这家伙对老胡如此了解 又会失望地回身旋转撞 显然就是兔子了 他此时 正想着帮助胡华豪一臂之力 冷不防身前的那个敌人 已经看出了他的意图 猛然间应受了一记肥男的重拳 鬼魅似的闪出了三个人的夹击 甩开了大步 冲了过来 方林看他的双手上 竟然隐隐有蓝光闪现 心中就一沉 他知道此人 已经动用了摔头的技能 他目前的力量 才不过才十九点 要是一旦被这个家伙贴身近战的话 那就是死路一条 在心念闪动间 他左跨了两步 宁宁身旁的蓝衣揉揉 急扑到自己身前挡住了自己 方林的这个动作 算计的是相当的巧妙 那个袭击者 已经是叙事待发 高树的威力 遇到敌人就会难以自制地发出去 他的一拳打在了面前的 蓝衣揉揉的肚子上 强大的劲力灌输了进去 瞬间就将其麻痹的不能动弹 另外的一只手随之探了出来 捏住其咽喉 生生地将其举了起来 紧接着 他手上就开始发热发光了 燃烧起了肉眼可见的白色火焰 然后这火焰竟然是哄的一声 爆炸了开来 那个蓝衣揉揉 整个头部顿时就被炸得粉碎 血水骨骼乱飞 整个空气当中泛起了一股难闻的气息了 而这一拳就是KOF世界里 两大剧情主角之一的草质精的绝技 二百十二世 秦岳阳 方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捏住了手上的戒指 妈的 这个人太危险了 他心念转动间 忽然间发觉自己的控制技能 虽然有两箱 但是仅凭手上的这把特维斯的银色配枪 瞬间能够输出的杀伤力 确实还是嫌不够 既然这样的话 方林的眼神闪烁着 将手按在了戒指上 精步术 发动 灰色的骷髅影像 悠悠地就从虚空当中浮现出来 因为方林自身的精神力属性提升的缘故 其飞行速度更加迅速 而那个袭击者纵然是连番纵跑 在地上不停地变相翻滚跳跃着 但是最终也逃不过这诡秘的一击 浑身上下一震 就僵硬在了原地 此时的方林 冷冷地将枪头指向了远处的战团 他要在这十秒之内 配合胡华豪将这兔子给击杀了 既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那也要造成绝对的盛事 不过呢 方林黑色的冷漠的瞳孔里 却流露出了一丝丝的笑意来了 吴他是兔子 已经死了 赤裸着上身 坚硬如铁的肌肉上 还有烧着痕迹的胡华豪 争甩着手上的血 向着这边奔跑了过来 他的身后 脱出了长长的七条残影 在大白天呢 是如烟似雾 诡异异常 按金装备 脚诈之长靴 所附带的技能 残影 在激活后的九十秒内 移动速度增加百分之十五 奔跑的时候身体出现七个残影 扰乱敌人的视线 每个残影呢 能够吸收一百点伤害 需要耗费五点精神力 冷却时间五分钟 吴子 还以为胡华豪 还是以前那个行动迟缓的雷鼓呢 所以 他为他的大力 付出了代价 生命的代价 在他赖以保命的 回身旋转状的冷却时间当中 胡华豪 发动了残影 后发先至 再一次硬生生 受了一剑人法 爆炎龙 在浑身上下都烧着 残余火焰的同时 一把 抓住了兔子的脖子了 巨大的力量差距 令得兔子在瞬间就麻痹 而这一刹呢 他才惊恐的发觉到 眼前这个曾经的队友 竟然已经强大到了 这样的地步了 竟然是令人 连还手抵抗的力量 都没有 在一阵连续 而猛烈的摔击之后 兔子 已经是浑身浴血 骨骼尽碎 只剩下了半口气 而胡华豪知道 在这等空旷的地带 预先没有任何准备的方民 要面对着资深者 要面对着资深者 那肯定是很难的 两个人此时配合已久 点头会议便知道 对方心中所想 方林飞速地 越开 拉开了距离 指挥着肥男与兰衣搂 从左右包抄 而胡华豪 深吸了两口气 直接吃下了一块 持续恢复体力值的点心 若是一头狂暴的 风虎一般 直接扑了上去 他的每一步踏出去 都几近两米 将草坪上的尸土 践踏的是四射飞溅着 给人以强烈的 恶虎下山觅食的威胁 就在胡华豪急速图前的时候 那个资深者 终于从精步术当中 清醒了过来 他大惊之下 却还是荒而不乱 这个人的身上 顿时也闪闪出了蓝光 运用出了技能 相当迅速冷静地后退着 而且双手交叉在身前 这样既保护了头部 胸部 肩部等部位 也可以顺势 将胡华豪的后续招式 给架开 双方都知道 距离 决定了这场格斗的走势 三米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已经被拉扯到了 整整三米 然而 就在这刹那间 胡华豪再次跨出了一大步 这一步的节奏相当的巧妙 恰好是卡在了那个资深者 急速后退的步伐节奏之间 这身体微微前轻 右手已经探出去 须抓向了对手 而天地反的最大抓取范围呢 不过是零点五米而已 但是 那个资深者的脸色就皱然间发白了 竟然间感觉到了身上 传来了莫大的犀利 而胡华豪的大手 就仿佛是一个有着犀利的 黑洞一般 生生的僵致 被脱袭了过去 这是 这是扯迹 一直 就有一个传闻 梦魇世界里的技能 都有着自己的灵魂 学习它 只是具备到了 使用它的资格 但是 只有领悟到技能的真正含义的人 才能够得到它的灵魂 举一反三地 发挥出更大的威力 而这呢 就与使用者本身的悟性有关了 胡华豪 出身于武术士将 之后啊 又读了军校 青银格斗勤拿之术 几十年 其理论 与实战 都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地步 如今遇到了方明之后 自身的实力 又提升到了一个档次 因此 在这个激动的关头 它竟然在刹那间 领悟到了 衰迹的真谛 并且 衍生到了实战当中了 而那一个真谛 就是 扯迹 胡华豪的大手 搭在了那个资深者身上 力量判定 通过 而那个惊怒 焦急的资深者 刚刚将双手 用力地向前一格 但是 在碰触到那双大手之后 他感觉就 仿佛是 胖在了钢铁上 被反震的 都隐隐生疼了 再然后 就是浑身上下都麻痹 整个人被 头下 脚上 摔在了地上 而这个时候的感觉 似乎这五脏六腑 都被挤压在一起了 接着整个人 就腾云 甲雾 直接飞上天去 而这一招呢 就是天地反 若是这一下 被结结实实摔石了的话 对这个资深者 造成的伤害 等同于一个 毫无防备的普通人 从四楼上 意外失足的后果 是相同的 结果 就在身体着地的刹那 那个资深者身上 忠然间冒出了 一股朦胸的灰烟来 瞬间就消失在空中 全而代之的 竟然是一块 黄色的木桩了 竟然又是 真是魂世界 加尔福特的绝技 反击空袭 这个技能啊 可以说是相当难得的 保命技能 可以在伤害判定的瞬间 用枯木 来代替自身受到的伤害 只不过 这一招的冷却时间 长达24个小时 并且 在使用之时 还会消耗1000点积分 但是 那个资深者 虽然化为一团灰烟之后 成功地逃脱了 胡华豪施加在他身上的 那麻痹之力 却是依然未曾消除掉 他狼狈地在地上翻滚了几下 虽然是柔软的草地 也禁不住 是口鼻流血 他刚刚的长城地呼出了一口气 开起头来 脸上的肌肉就抽出了一下 因为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笔直地对准了他 那个枪 成银色 形状仿佛弱 胸鸟展翅 被握在了一只干燥 自信 稳定 沉着的手中 你不要动 这四个字刚刚说完 那个资深者的面容突然间就扭曲了 就连个眼球都一下子外凸了出来 是因为 那个被召唤出来的肥男 那是毫不客气 一屁股坐在了他的身上 两只手也被生生地给掰断了 疯狂地反减到了身后 方民 蹲了下来 将枪口直接顶到了他的眉心上 在这个距离上 无论什么样的防护罩 也起不了作用 联发模式一开 瞬间就能将其脑袋给打个稀烂 灌了胡花豪 也挺多只能支持个数秒而已 你